一早教授来到殡仪馆 配合检察官跟军方人员进行相宴 事发突然 许心上宾的妈妈难以接受 打巴怎么会击中头部 让唯一的儿子天人勇格 据了解许心上宾本身就是台中人 在太平区跟妈妈和阿嬷同住 是家中唯一的独子 尤其和阿嬷的感情非常好 过去他就曾由义务役 转前志愿役 当了四年兵后退伍 因为还没有结婚 想多存点钱 今年六月又再回到军中服役 没有想到才当四个月 就发生这件函事 由于踢过腰部强大约有3.2公斤左右 而且长度有80公分 子弹要击中下额 代表枪支在头部下方 从弹道角度跟弹孔伤势 其实就能判断即发距离 它这个穿起来时 它这个穿起来时 烧起来到噴烟消 都没去 都不会存在这个皮屋上面 如果稍后一个距离 它烧到到烟消都卡在皮屋 颜色的弹孔会跟子弹 会比子弹还小一点点 只要能够推算出几罚距离 就能推测是枪托掉地走火 还是有扣刀板机 这方面军方尚未有任何证实 以案件业绩交由检掉人员 理清真正死因 都许任林天靖 李宗姓王帆 陈泰佑在台庄场报 子弹上堂八场实弹射击 但就在8号下午 空军侵权钢基地传出打法意外 一名士兵撞枪子弹贯穿脸部 已经死亡 那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 在射击的过程当中 子弹激发了以后 造成了人员的一个伤损的状况 空军防空机飞弹指挥部 士官兵8号下午2点07分 在清泉钢基地内靶场进行射击训练 军方检说案情提到 因为操作不慎 枪托撞击地面突然激发 士兵下饿重弹贯穿脸部 重伤倒地 军方紧急将士兵送往台中 同纵和医院急救 但抢救后人伤重不治 妈妈做没法的了 小孩应该是认养的 不可以让阿嬷知道 阿嬷身体会受不了 据了解 徐欣士兵家住太平 是家中独子 爸妈非常伤心 希望军方查明原因 枪它是从脸部撤入 所以它可能是在 等待线休息的时候 可能是误扣扳机 或者是说 这个保险没有放上去 那放到地上的时候就急发 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空军司令部强调 事件发生后已立即联系家属 派遣高阶干部前往处理 同时也成立专案小组 将配合检调单位调查 厘清 警方的监视小组也到医院了解情况 只是靶场风险高打靶也有不少禁忌 最基本枪口要朝上 不能对人或靠在身上 意外在打靶训练中发生 国防部长孤立雄也表示 整个打靶训练的严谨度会进一步再来检讨 东森新闻 综合报导 现在确定已经死亡 这个调出监视的录影带来确认 目前是认为它是季线? 初步我想我没有办法做详细的说明 应该是在打靶训练的时候 国长先问一下刚刚有个最新的消息 清泉岗基地有空军发生重大意外 有302营的士官兵上午遭子弹贯穿脸部命危 想问一下目前的状况 现在确定已经死亡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 也会调出监视的录影带来确认一下它造势的原因 怎么会发生状况是目前是认为它是机械? 我现在初步我想我没有办法做详细的说明 我想应该是在打靶训练的时候发生 详细的情形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理清 如果有进一步理清再跟各位谈谈 好 但掌握在立法院的最新讯息 这发生在台中清泉岗基地的汉市 是一名士兵在打靶的时候那么发生意外 突然枪支击发造成该名士兵当场中弹 子弹还贯穿了他的脸部 那么尽管紧急送离抢救 但最后还是不致身亡 今天国防部长顾立雄 那么他也回应了 说他证实这名士兵的死亡 我们一起来听 现在确定已经死亡 那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 那也会这个调出监视的这个录影带 来确认一下他这个造势的原因 怎么会发生状况 是目前是人为他的机械 我现在初步我想我没有办法做详细的说明 我想应该是在打马的训练的时候发生 那详细的情形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厘清 然后如果有进一步的厘清再跟各位谈谈 那么由于下午在立法院正好是轮到了 国防外交的官员来这里被询 因此国防部长顾立雄 就被媒体问到了这件事情 他是神情哀戚证实了这项死讯 但到底为何意外会发生 是因为人为的疏失还是机械故障呢 顾立雄只有说根据他的了解 是在打靶场地发生的 但是原因为何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那么在厘清之后 也会再向外界做说明 那么也事实上是在立法院的最近状况 把时间交还给彭内 爱国者飞弹发射精准命中目标 身为国军防空主力之一 但这款重点军备都向美方军够 连维修都需要依赖其承包商雷神公司 如今被美方追查发现雷神公司 涉嫌台价诈欺 其中向国军爱国者重建案 当时先斩后奏182亿元 空军司令国防部长还事先不知情 遭到质疑 只是这回182亿元的爱国者三型飞弹重建策案 被报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自行签约 并挪用胃脚库的军售结余款 为了向美方追回款向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也召开机密会议 要了解相关采购程序 等一下会在机密的报告里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军售是我们跟美国政府之间的签约 并不是我们跟雷神公司的签约 所以美方都要付一个完全的责任 但面对军火商雷神公司涉嫌虚报军购架 台湾给出去的钱到底有没有办法收回 我国防部站稳脚步 毕竟台湾要提升国防战力 捍卫台海军备需求不可或缺 东山市民正中心综合报道